英国女子安娜 应直接吃没洗的水果 导致染上罕见寄生虫不断腹泻还体重奏降 甚至因为该寄生虫的症状跟大肠癌很像 导致她罹患大肠癌却没发现 延误就诊长达两年之久 差点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 任谁也没想到不洗水果的后果会如此严重 为了避免吃水果吃出问题 今天就要告诉大家水果到底要怎么洗才会洗得干净 其安娜因吃下未洗的水果而被医生诊断出寄生虫 后来罹患大肠癌 没想到大肠癌与染上寄生虫的并发症症状相同 因此没有被诊断出来 直到两年后才确诊罹癌 水果没洗干净容易引起各种问题 如果担心寄生虫可以用下列几招撇布清洗水果 减少被染的可能性 一 气泡水 将水果放入气泡水中浸泡 水中的碳酸除了可以有效除菌及清除虫卵之外 还有中和农药的作用 可为一举两得 二 盐 洗水果时在手上磨少许盐 利用盐的颗粒摩擦可以将水果上的污垢清洁干净 除此之外 盐也有消毒除菌的效果 三 牙膏 牙膏的去污除垢功能 用来兑付水果表面附着的泥垢 虫卵等十分有效 只要在水果上抹一点牙膏涂匀 最后惊喜干净即可 四 面粉 以上几个偏部 若用来兑付较为娇嫩的水果 如草莓 番茄等 可能会造成水果表面损坏 为了避免这样的状况 不妨试着在水中加入面粉 然后将水果放入再轻轻搅拌 如此一来面粉便会附着在水果表面的脏东西上 再用精水冲洗便清洁溜溜了